早上 回去了 這輛車我第一次駕駛的時候 我便覺得 為何這麼凳 F30不太舒服了嗎 為何這麼凳 路面全部 感覺到 彈進來一輛車 然後上 Highway 的時候 放一輛車子 為何這輛車不穩 車子很直接 很快 很直接 但是 為何看了那種 比較成熟的 穩重的感覺 我就覺得我害怕 人家問我 怎樣駕駛成怎樣 寶馬說 這輛好像E90 E46 沒有 不覺得 之後 人家問我 你贊的那輛Jaguar XE很駕駛 怎樣 我簡直無法斷 Jaguar XE很漂亮 今天不一樣 今天我 真是怎樣說 融用多了些時間 和心機來駕駛之後 自動人 嚇死人 2.0 258匹 400歐0 這輛車 簡直就是 你看那張紙 就覺得400 又沒有 你一開上來 嘩 335 沒得來 我騙你 這輛車 它是非常之快 你不要說我 為何不跟著這條線來走 好啊 大哥 你知道那些人為何下坑渠嗎 那些人會駕駛到下坑渠 就是因為跟著這條線來駕駛 OK 死定了 那我做工 我讓你們知道 這輛車駕駛 什麼感覺 是不是 危險一點 犧牲自己 乘船大家 有沒有 轉彎 什麼感覺 狠 是非常之狠 這輛車 是不是 當然 這輛車 現在是F1 這輛車 絕對比 之前SPEC那些 CINDORATO 高度 但是我覺得 底盤 這一輪 很慢 把底盤調校得 嘩 它簡直就是跑車出身 還有一件事就是 引擎的輸出 引擎的輸出 引擎是否 就是 之前F30 G30 他們會說 你放油 先休息一下 攀油 攀油 攀油重要 這輛車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搞 你的油門 一放進去 你不覺得它的Turbo 需要時間 是不需要的 無論你在Comfort 或者你向SPEC 他也是這麼狠 咬地利 想的就是咬地利 他的車身 當然保馬就是50 50 不用走的 這東西不能咬 但是 他真的 利用 設計到 車頭是不推頭的 到你覺得 好像真的 太快了 沒有啊 你坐下去 坐下去 右邊的輪 跟你說 再來吧 再給力 給多兩千肉筋 這就是 保馬的功力 哇 哇 這輛車是十 四五房車裡面 可以開到這樣的 真的 保馬 保馬當然不爽 我都說 我都說 那些車子淋了 讓我發功力 哇 你老美 我發威的時候 真的不是搞笑 那些功力 哇 你放進彎的時候 你夾著那個位置 你放進去 再快點 你再放錯了 又錯了 再進去 簡直就是 你想碰 你跟我說 你落單 就可以了 給你那種感覺 你很重要 這樣去 不推 不推就是不推 不推頭 剛才我這樣 OK 拿你掃一點 他都不啟燈 他都不啟油 這個就是保馬 他知道你在做什麼 他知道是一個 喜歡開保馬的人 上了車 你可以上車 但我絕對不會帶你去荷蘭 這個就是保馬 哇 我開心 這把英國 怎麼說 我那天 哭哭亂 那天 Media Launch 我開了 我又覺得 怎麼了 一時呢 為何這個車頭 這麼 這麼靈活 這麼大動 這麼困 這麼舒服 這個舒服 M30 那時候 又舒服 又穩 又 純純駕 這個不是純純駕 這個簡直就是 哇 你可以錄Track 這樣的setting 哇 M Sport 鮑魚 我不要說是M-Car 那些大鮑魚 但起碼都是Sport版的鮑魚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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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開它絕對 是應付得來的 你不要說 拿著這樣一趟車 什麼都不改 下Track走 十個彎 十個彎 我不行了 那你一定 嗅到BBQ的味道 很開心 駕得很開心 今天駕了 覺得 和XE比 怎樣 啊 SORRYX 沒得來 原來它的功底 是向裡面 你不是 馬上給你看到 它是向裡面發揮的 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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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頭 真是 一流 這樣 才開得開心 你知道嗎 人的車頭 握著彎腳 入圍 不放棄 而且它不是跟你打架 那種 是那種 啊 它不是說它 死猛要出去 之後 靠一條 輪圍抓住它 不是這樣的 看得更濕 它就來了 你看 一流 真是一流 這艘車 嘩 這艘車 抱歉 我沒有聽到 它可以把重心 在你扔著玩的時候 你感覺上是 雖然你在打一個 但你打一個 你的重心應該向前 可以讓你感覺到 你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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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流 非常之豪華 那我們 駕駛HIGHWAY 好 我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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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面爪音怎麼樣 啊 比F30 進步 非常之多 它絕對靠過C仔 絕對靠過F30 F30 不用說 F30 F30和C仔 幾乎是最多的路面爪音 A4 非常之靜 我猜到 你有沒有靠過A4 你有兩個觀點 為什麼我會說兩個觀點呢 如果你說靠音方面 它進步了非常之多 但是 接下來呢 大家都看到 C-Class 你可以看我的C-300 影片 C-300 嘩 你看那個時候 音音 聲音這麼漂亮 我現在都 買回軟件 用那些這麼漂亮的唱機 那些這麼漂亮的唱機 你不聽那個時候 你做什麼 用來打那些漂亮的聲音 是不是人造的 不是啊 是人造的 不是人造的 好 好 最重要 我聽得開心 就可以了 所以 這輛車呢 你開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我原裝球 改了煙灰 我改了風格 這麼多漂亮的聲音 這些全部是 全靠這些這麼漂亮的唱機 所以 那是不是一輛非常靜的車 不是啊 因為這麼多這些漂亮的聲音 打出來 讓你享受你的駕駛 但是如果你說駕駛 啊 怎麼說啊 啊 風聲啊 露面罩音啊 這些是駕駛了非常之多 這是一套 駕駕駛是舒服的 但是 有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一個 怎麼說啊 啊 你愛A 你不可以B 啊 這一輪呢 他們把這輛車做得非常有跑感 非常之好駕駛 你不要放棄了什麼 放棄了多少的東西 就是F30 Facelift之後 那種 我們叫Magic Carback 那種這樣的Ride Quality 沒有了 所以這輛車現在呢 它是把路面的感覺 全部傳上來 全部傳上來 讓你感覺到的路面 不像F30那樣 直透是 F30 Facelift之後的彈弓 簡直就是 哇 把所有東西真的 隔到舒舒服服 我說聲音 聲音是進去 但是 如果路面來說 真的是很緊張 這輛車就是 你不驚不覺 你走進去的速度 就會駕駛這麼快 是辦法的 我不知道嘛 在哪裏呢 感覺好像 我駕駛90 100 那輛車都 用標項 簡直就是 沒有問題 所以這輛車真的 可以駕駛非常快 好事還是事 你自己做起 駕駛 駕駛也要小心一點 駕駛這個速度 有車 當然要跟著 你駕駛 駕駛 駕駛最重要就是 懂得去 估計 駕駛 駕駛 自己做不做到 自己做不做到 有幾個行政 你做不做的 OK 我第一次駕駛 我發現 這些感覺我還害怕 但是現在 我覺得 我真的 我要去示威了 我要去叫政府 把我們 的速度 拉過去 180 200 200 200也沒問題 我現在 嚇死人 這輛車 無話可說 我真的 我只能 這樣 亂用這輛車的駕駛 所以 所以 大家 當你 我試駕駛這輛車的時候 記得 Evo Wagon Evo 9 Wagon 嘿 我舊過X Start 哼 我的舊同事 哈哈 入了RX1300 我喜歡賣的 然後 可以 先讓我看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年輕人呢 讀完书 叫linkage 讀完书 自己写来说 有读我写的东西 可以不可以 你做in turn 我就请他 请他之后 这个人很努力 做事很负责 激刀之负责 我就请他 一起做工 很开心 之后我公司卖了 我都带了他去 跟我做工的人 我当然是夹着去买车 我问他 你价钱多少钱 这条车百多钱 EVO 9 Wagon Manual 车牌是 WRX Blue 1300 直接去替车 小过去 买 那条很重要 按秒四百多匹 靓斜靓斜 很开心 都撞过去 这个就是加勤的欢乐 阿 你就跟他走 我们来之前